来看到全民普发6000元现金 不少的民众是陆续都收到了 不过花莲万荣乡因为没有邮局及超商 所以改由派出所代为发放现金 总计是超过1300人登记 4月6号开始发放时 许多民众听到消息 一早就过来排队等着领钱 花莲县万荣乡属于内政部认定的偏乡地区 因为没有邮局超商 将会由西林、万荣、红叶三个分住所派出所 来受理登记民众要代发全民普发金6000元 4月6号一大早就有许多民众前来排队 要等着领钱 有在派出所 奉祭 除发 6000元 现金的 亲民 请期待 身份证 健保卡 到派出所 领信金 4月6号到4月19号 早上8点到晚上6点 总共是两个星期的时间 民众要携带健保卡 身份证或户口名簿 到派出所排队领取 9点多过来领的 能够直接到这边来是不是比较方便 方便 领了几份 3份 3份 那大概会想要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普发 买美妹的东西 买美妹的东西 今天大概几点钟过来领的 10点多 10点多 来看到是不是看到很多人有没有吓一跳 还好 还好啦 那有没有预备说领这个现金打算要怎么样使用它 领备小孩子的身上比较多 ok ok 好 本所协助办理此次 全民共享不发现金6000元 经统计 本县偏乡三所 登记人数为西林派出所667人 万龙分住所298人 红月派出所370人 共计1335人 今天起有登记的民众可自派出所领取 领取时间为4月6日到4月19日 每天的8点到下午6点 发放为期两周 警方表示发放过程全程复事收政 会全力来协助万龙乡 办理全民共享补发现金的发放事宜 大华联新闻总和报道